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它表现在喉部 主要的症状应该是声音嘶哑 或者是间断发生的声音嘶哑和喉部的故事 如果这两者都有 你可以等等咽喉咽 如果只有咽部异物感 咽痒肝 或者咽部有微痛感 这种痛还不是说感冒 扁桃底发炎那种痛咽痛 就是有一种咽口水的一种 微微的一种痛痛感 这是属于慢性咽咽 那么如果是细菌感染器 一般都是在急性咽咽的时候 才会有细菌的感染 慢性咽咽 它是不是细菌感染导致的 急性咽咽 才是细菌感染导致的 那么细菌又是哪一类呢 有葡萄球菌 还有肺炎球菌 还有链球菌 那么这三种菌都是球菌 球菌类的呢 抗生素是对用以投胞为例吧 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 投胞类药物 比较敏感 第三代和第四代的投胞呢 就相对来讲呢 对球菌不敏感 对杆菌敏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